你们的斗鱼斗不斗我不知道啊 反正我这个岗里面的这两条南国斗啊 是斗的死去活来的 你别看现在这条公鱼对吧 威风凛凛的 但是他的母鱼呢 我在这里猪猪啊 平常没事就过来观察了一下啊 然后我发现 这个母鱼已经在这里待了一个多月了 你看 哎 我看发现好像这眼睛都已经缺失掉了一个了 你看 是不是眼睛都被挖掉了 我的天啊 这痘得也太狠了吧 公鱼就在这里耀武扬威的 上面呢 还一直很多泡泡啊 我一直以为他都快要生产了 结果没有看到有鱼卵啊 你看 都是泡泡啊 都是个公鱼土的 但是这个母鱼呢 就一直躲在这里啊 哎呀 刚才看了一下眼睛已经都被咬掉了一颗了 太可怜了 而且这个母鱼的身形啊 太瘦小了 仿佛刚入缸的时候啊 差不多 你看 这么小一条 这公鱼长得这么大了 我也是没有办法啊 这个斗鱼它天生就打斗的 连自己的另一半 它也不放过 你还在这里吐泡泡呢 你的母鱼都被折磨都不成样了 你还吐泡泡 还想着让它生产 那绝对不可能啊 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啊 我要怎么处理啊 你看眼睛都挖掉了 它还能不能活啊 都还是个问题啊 哦 刚才试着把这个母鱼赶出来啊 结果又被公鱼已经是追到这里来了 哎呀 你看你看你看这两鱼 你看 你看你看看 我太猛了 简直是不留一点活路啊 刚才我进去里看了一下这个母鱼啊 真的整颗眼珠子都掉了 太残暴了呀 这斗鱼天生就这样的吗 你看还追进去 这鱼都卡在这里了 还追还追还追 你看一下 哦 这一只眼睛都已经空了 肯定是你干的呗 哎呀 这是真的没办法 浑身的变体磷伤 你看一下 没有一处是好的 有有有有有有 还要追着咬 你们试验的恩怨 你们自己解决吧 我是真帮不了啊